來,接下來是第15題 他說這是一台富士顯微鏡 然後呢,有三種不同倍率的物鏡 然後呢,他希望以物鏡觀察 下表皮的撥片標本 看到清晰的像 然後想要再把它放大觀察 那要經過兩個步驟 那物鏡的部分呢 是越長,倍率越大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換到甲 對不對 好,我們看 將撥片染色 使越綠體不用 越綠體它本身裡面就有什麼 就有綠色的就看得到 所以不用 B,將撥片往左移 把它往左邊移 這就錯了,應該往右邊移才對 因為這是富士顯微鏡 如果東西在右邊就要往右邊移 這是錯的 往右移 往右移 C,將物鏡移換成物鏡甲 沒有錯 放大表皮去吧,對 答案選C 轉動系調節輪 增加它的視野亮度 要增加視野亮度應該是 光圈吧 對齁,所以不是它 亮度的話要看的是光圈 對不對 好,來 第16題 他說有一個不明議題 放在燒杯當中 他想要知道是存物性還是混的物 他做四個 測驗並看到四個現象 他說啊 完全澄清透明 沒有任何達子或懸浮物 OK 澄清透明 以呢 經濾值過濾後 沒有任何殘留物 這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然後冰 把它在燒杯中加熱 在七三度開始沸騰 並隨著沸騰的時間增加 溫度器也讀出越來越高 欸,這需要告訴我們 是存物質還是混合物啊 他現在都開始沸騰了 而且讀出還會越來越高 那是什麼事情啊 它是混合物 存物質的話 它的沸騰是固定的 OK 釘呢 他說燒杯中的液體 蒸發殆盡 沒有任何東西殘留 好,問哪個是最合理的 那我們先把存物質都把它刪掉吧 好,來接著呢 它是根據哪一個 它是根據現象柄啊 對不對,不是釘 所以答案選的是C 來,第17題 人類精子的部分 可以分為這麼多東西 他要問什麼 請問精子頭部帶有的遺傳物質 精子頭部帶有的遺傳物質 套數 跟終結內提供能量的構造 提供能量就是立線體啊 所以不是立線體把它先劃掉了 那精子呢 它的遺傳物質 套數就是單套的嘛 所以不會是雙套 答案選的是B 18題 我們看18題問什麼啦 它要從圖推論四個槍式中 血液的氧氣含量 哪個最合理 那我們先看這邊有肺 所以從肺部這邊交換氣體出來 它一定是氧氣含量最高的 那進去一定是最低的 出來最高的嘛 OK啊 看題目問什麼 氧氣含量最高是假 對最低是乙 OK 答案選A沒有問題了 接下來我們看第19題啊 19題它給你一個什麼 反應式 然後它說充分反應之後 上奧背底部有銅塊的碎片殘留 所以就是它沒有用完 那問這反應所產生的某氣體 是哪一種氣體 而且可以生成極末耳 那我們看這個題目 這個是3跟8 OK啊 如果上課注意聽的話 老師會跟你講說是C硫酸 C硫酸才會是什麼 是3跟8的係數 濃1是C38嘛 所以在這間是C硫酸 對 講說C硫酸 C硫酸 C硫酸 C硫酸產生是叫做一氧化蛋 濃酵酸產生是二氧化蛋 所以絕對不會是它們兩個 答案不是A 就是B 然後來要怎麼算呢 他說這邊有0.1m的硝酸 所以從硝酸這邊算 那這個是 墨濃度的話 我們就是用 墨生m 我來這邊好了 比較清楚 墨生m 好 來 那 0.1m 我們看它有幾墨 那升呢 400毫升就是0.4公升 所以向上乘叫0.04m 那氣體呢 這邊是 數字比是 8比2 就是4比1 所以墨數比就是多少 墨數比就是 4比1 所以這邊0.04 這邊就是0.01 對不對 OK OK 所以它有0.01m 0.01m 答案選擇是A 20題 他說這張相同的木塊 就是 控制變音 放在 加兩種不同的水平面出現的 這個 不同的水平面接觸面上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了 這叫做 操作變音 你會發現很多題目都是考這種東西 然後呢 它記錄它的移動情形 所以這是很明顯的是摩擦力的圖 來我們看第一個 在技術面上 當拉力18的時候 它連動都沒有動嘛 以這條線之前就是什麼 叫進摩擦力 因為它都沒有動 所以只有進摩擦力 所以它不會移動的 以18的時候 還是不會移動 因為它沒有超過最大進摩擦力 OK 沒有超過最大進摩擦力之前 它就是 靜止不動的 其實這個目的要探討 正向力對摩擦力的關係 不是啊 要其他什麼東西 操作變音才是你的答案 所以這個沒有操作變音 不是你的答案 所以討論什麼東西 跟 接觸面性質 有沒有看到 所以答案選豬 來 21題 他問的是 這如果反應某 生理過程或現象 怎樣是推論最合理的 這邊是時間 Y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他說如果Y走 表示是血糖濃度 那加乙的曲線 可能是由於胰島素作用 並不是 應該是乙柄 為什麼 胰島素是降血糖的 所以呢 你泛後血糖濃度 升高沒有問題 但是呢 乙出現的 表示怎樣 應該是胰島素出現 才會讓它下降的 所以應該是乙柄 B 如果Y走 表示血液中的含水量 那 加乙 這段曲線 可能是由於小腸吸收水分 小腸吸收水分 吸收水分 這個應該是對的 因為小腸會吸收水分沒有問題 那吸收的話 這個水分就含量應該是變高 吸收完了 降低 OK 好 那我先把它留著好了 C Y走 表示皮膚血管的血流量 乙柄可能是由於環境溫度越高 那 溫度越高 那血管血流量要越快才對 怎麼會降低呢 所以C是錯的 好 豬 那 血中胺的濃度 乙柄可能是腎臟將胺轉成量出 這句話是大大的錯誤啊 請問一下 把安全能量出的地方是誰 是肝臟 這B考 好嗎 所以這一定是錯的 答案選是B 來 22題 他說啊 天哲說裡面哪個不是 達爾文的觀點 所以A 同種生物之間啊 同種生物的不同個體之間 本來就有 性狀特徵的差異 對啊 每個就長得不一樣嘛 B 過度繁殖的時候啊 環境資源不足 所以會發生競爭 沒有錯 過度繁殖之後呢 環境就不足了 所以就會什麼 生存競爭 C 生物為了適應環境才能變異 並將變異才能一直在 欸 這個 為了適應環境才能變異 這次又是錯的啦 不是達爾文的觀點 他說每個人生下來就怎樣 就不一樣 那 逝者生存 所以 才將這個變異傳給子代 而不是說 因為適應環境產生變異 這句話就錯了 所以答案選C 適應環境可以繼續繁殖 遺傳給後代 沒有錯 以上是15到22題